专注学习 记录美扇 人文真善美培训课程 有人行动不方便也把握机会 现在走路不方便 但是妈妈会好就可以了 我昨天晚上 说要准备这些机器来上课 甚至到晚上睡不着 因为一直等着要来上课 但是如果你只要看到老师的话 你就要这样子过来一点点 资深志工传授经验 南马克据典有64位志工 愿意挑起留住刺激历史的重任 我以前过去过去的东西 都没有拍起来 你讲有什么用都没有那种东西给他看 我们上了这一堂课 我是觉得其实是收了很多新的知识 怎么去让我们做得更好一点的 我们搞出来 如果像师兄他们讲的 你拍是用感情来拍 那个影片就有他的那个生命 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学习的 然后随时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的通报给他们 我才会用的 除了在地志工分享经验 慈激雪龙分会的人文志工也到现场一起交流 鼓励更多人加入真善美行列 都必须要有更多的录影室 才能够把每一份实际人的 那个九路人群当中的那个画面给拍回来 所以我觉得要培养更多人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我只是说用对的时候 那个对的时候还是应该要 要去用心去用 然后让我们知道就是说 大当金这一方面是 应该是有水准的了 透过课程传承使命 共同为社区清流做退售 达新闻林慧珠 钟建民 马来西亚报道 新闻最后带你到北朝鲜 北朝鲜平壤的鸵鸟牧场翻修